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混词和皮肤系统即将上线 关号1000W粉达成 崩坏星穹铁道 两大人全卡预定 飞销体型反转 3.0会有大动作 2.4卡池 目前得知的云里和娇丘这两位角色 可以说期待直拉满了 要知道,这两位角色 对应了不同队伍的核心位置 云里有望将托帕的追击队优化出去 直接成为当前热门核心队伍 然后就是娇丘这一个角色 都知晓黄泉的战力是多么的恐怖 这下好了 直接要给黄泉来个售获队友 让黄泉直接起飞 看样子,版本之子的名额 已然敲定下来 然后就是关于2.4卡池的复刻消息 霍霍要迎来复刻 消息来自Tim Mu 相比之前爆料 霍霍不在2.4版本的消息 不少玩家表示不理解 因为根据角色复刻顺序来看 是轮到霍霍了 另一位复刻角色 希儿概率较大 都说2.4版本中 霍霍和焦丘这两个人权卡 是要拿下的 焦丘对于黄泉体系玩家而言 就是一个人权卡 还有个消息 就是关于风群列飞霄的消息 之前放出的飞霄体型是少女 但新消息中 大佬透露已经改动为成女了 这么一来 估计玩家表示 更能接受这一角色了 最为期待的黄泉和飞霄已经落地一个 就等飞霄力会放出 近期论坛上讨论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三卡池 也就是混池要来的消息 预计在3.1周年庆左右版本时候上线 不知道混池的开启哪一些角色 会进入混池中 这有点期待 估计和隔壁一样 按照卡池安排顺序来的 也就是进卡池三次的角色 会到混池 人权卡除外 2.4版本中要是能见到后续几位角色 那卡池流水可不好说了 毕竟一些玩家为了自己喜欢的角色 可以囤星穷一年不抽 崩帖关号1000万粉达成 崩帖2.3的流银点燃大海 这次的深渊简直是为了流银量身定做 叫做流银深渊也不为过 当然抽到流银的玩家 基本都爽翻天了 这次深渊可以轻松通关 当然流银完超击破 其实下线已经固定了 没有弱点的怪物队伍还是挺难打的 但是至少比大招所弱点的波提欧强几百倍 正当大家会使用流银而爽的时候 另一小事件来了 就是崩帖在B站的关号已经达成1000万粉 按照大哥元神的福利来看 崩帖小弟的福利绝对比元神要给力多了 且看崩帖以前最给力的福利 就是宋当七的自选五星 如今崩帖超1000万粉丝 其实最大的可能不是宋十连这么简单 应该最有可能就是自选常驻五星角色 对标隔壁明朝 当然自选常驻五星 其实对崩帖的角色价值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反而给部分没有机子的玩家 一个爽虚构叙事的机会 简直是一举多得 崩帖混池和皮肤系统即将上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型 崩帖现在量产新五星角色的速度 已经达到非常快的情况 可以说即使是复刻老角色 也不给玩家一个机会去抽合补老角色的命座 基本都是说哈在新角色身上 像这次流银加软煤 明明软煤的作用很大 是一个人权卡 但是奈何流银的热度和强度 很多人不得不放弃软煤 据其官方极有可能像元神一样出一个崩帖版本的混池 让大家补角色的命座 因为现在崩帖新角色的产量已经超亮了 你看后续的焦丘 云里和飞销 还有宜众的仙周角色等着登场 本来就石头不多的玩家 根本无法顾及复刻角色 而说到皮肤系统 也很快失装了 主要的根据是因为3月7SPE是以新装登场的 你会发现 但是3月7的皮肤造型 就有多款 估计是为了测试皮肤系统而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